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剧组宣布推迟开机时间 现在韩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有了很好的进展 新增感染人数持续下降 于是剧组方面决定加快该电影的拍摄 而开机时间也暂定为这个月底 该电影因为汇集了一帮年轻的当红演员 进而在韩国备受关注 剧组这是一部带有悲伤色彩的爱情电影 讲述的是长久思念对方 却无法相见的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由因为电视剧山茶花开时 而人气大涨的江和娜出演 江苏拉与江和娜之间 因为合作电视剧卫生而熟悉 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交情 两人此番再次合作 相信又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自从与前经纪公司解约之后 江苏拉与经纪人合伙成立了一个公司 虽然自由度多了不少 但影视资源也肉眼可见的减少 近两年在韩国演艺圈的消息也减少很多 他因为电影《阳光姐妹桃》 在韩国演艺圈一举成名 这部在亚洲各地都小有名气的电影 为他赢得了多个电影奖项 之后他在韩国演艺圈的发展就一路向好 后面他主力发展电视剧领域 出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君亥尔》《丑八怪警报》《Dr.一乡人》 《卫生》《林家律师赵德浩》等韩剧 在播出当时都有不错的收视与话题度 但可惜的是 《Dr.一乡人》这部剧因为另一女主角陈世言加戏 让该剧后面的口碑一路下滑 演员们并没有从该剧吃到什么甜头 而《卫生》这部剧也因为是大男主席 对他演艺事业的加成也非常有限 更可惜的是《心情好又暖》这部剧 该剧的编剧是《红氏姐妹》 了解韩国演艺圈的都知道 《红氏姐妹》在韩国编剧界是非常有名的 由她们执笔的剧集 大部分都有很好的收视 但可惜的是 该剧因为剧情比较平淡 在播出之后收视与话题度都一般 与《红氏姐妹》之前编剧的作品相比 该剧确实不太成功 令人非常遗憾 自林家律师赵德浩之后 她参演的韩剧《变鹤的爱》 以及电影《自行车王》《严福同》 《没有伤害》都相继扑接 这些作品完全可以说是失败的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还参演过这些作品 导致她近几年给人一种没有拍戏的感觉 其实她一直都有拍摄工作 只不过影视资源很略 都是一些看上去迈向不好的作品 比如与《Rain》合作的电影《自行车王》《严福同》 该电影投资约150亿韩元 最终观影人数要超过400万才可以盈利 但该电影最后的观影人数仅为17万 可以说是惊天大铺街 而且这部电影也是去年韩国民众票选的年度烂片第一名 对她的演艺失业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在近些年她还有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 就是她与玄冰之间的恋情 之前以前经纪公司合约到期后 她在寻找新东家的时候与玄冰相识 之后发展成为恋人 在亚洲各地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但这段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两人就宣布重新回到前后辈的关系 而之后关于她的相关话题就非常少 现在她在韩国已经有过气的趋势了 不知道与何你的故事 这部电影能不能让她重新翻身 大家拭目以待吧 当时交往一年之后 男神玄冰和江苏拉就正式宣布分手 素有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美誉的玄冰 又一次恢复为国有了 分手理由还是亘古不变的形成 要知道两人确认恋爱的消息可是跟韩剧一般美好的一见钟情啊 形成的威力还真是大呢 当时因为男神下架而心碎的迷妹们 得知喜讯后又纷纷跟玄冰单方面复合 怪不得迷妹们争抢着回心转意 谁让这个文艺忧郁又夹杂着些许荷尔蒙气质的男神 就是个磨死人不偿命的小妖精呢 曾经有粉丝拿着结婚注册单来求签名 玄冰欧巴签下了这样一行字 孤独是最致命的性感 天 真的很难想象 到底怎样的女人才能替天行道 最终把这枚极品给收了 Girls Day的惠丽就直白的表示 虽然Tony Ann是男友 但理想型是玄冰 李允熙在李圣基 江东元 宋承宪等一众男神里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玄冰 金成林特别实在 他说恋爱可以跟黎明搞 但结婚只想给玄冰啊 更夸张的是 韩国总统朴景慧 曾经居然使用过玄冰主演的秘密花园女主名字 基罗林去就医 天哪 这根本就是追剧迷妹的自我代入了吧 在第六十季显中日纪念仪式上 玄冰是追悼现实的朗诵者 当时坐在台下的朴阿姨 注视的那叫一个深情 难怪玄冰恋情已经公开 总统立刻被PC网友送上热评 朴阿姨 你擦眼泪的纸巾还够用吗 虽然爱慕者众多 但对玄冰欧巴来说 曾经拿下过女神宋慧桥 才是最佳魅力认证啊 两个人在2008年韩剧 他们生活的世界里 擦出的火花 从戏里烧到了戏外 这男神女神组成的顶级CP 令男人沉默 女人流泪 看完之后不祝福 简直溃当地球人 直到2011年初 玄冰入伍前 两人以关系疏远为由 和平分手 回归单身后的玄冰 不止一次的表明自己向往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无奈 自己的生活圈子太窄 想谈长恋爱都好难哦 我感觉谈恋爱越来越难 这也不是因为我眼光高 或者要求很多的缘故 我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见到新的人 每天只跟见过的人见面 所以很难见到好的人 看各方面情况的话 也感觉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比一下会发现 玄冰欧巴的审美非常一致 前任宋慧桥和先任江苏拉 都属于肉嘟嘟的鹅蛋脸 虽然跟前任的知名度和咖位比起来 现任要逊色好几筹 但苏拉妹子的业务水平是一直在线的 21岁出演阳光姐妹桃 创下700多万观影人次记录 八气又意气的夏春花 被她演绎的深入人心 看过的妹子都高呼 国家欠我一个这样子的大姐大 论长相 苏拉妹子不属于顶级美女 但美与坚英气十足 甚至散发着林青霞和李莹爱的混合味道 凭借出色演技 江苏拉一举拿下当年釜山电影节 最佳新人演技商 百想艺术大赏最佳人气女演员等多项大奖 从此以后 江苏拉便开始了她高起点的演员生涯 她是Doctor一厢人李 周转在李中说 条海症之间的美女医生吴秀贤 也是在TVN口碑制作卫生里 那个业务能力吊打一片 但又不得不面对职场的性别不公和各种骚扰的心境职员安英怡 这部描写当下年轻人在职场上奋斗和挫折的聚集 产生的集体共鸣简直震而欲聋 被誉为毕业生的最佳入职教材呢 她还是心情好又暖礼 即使一无所有 也认真努力 积极面对生活 最终收获甜蜜爱情的明朗少女李珍珠 不过更多人应该是通过我们结婚了认识这个妹子的 节目里 她跟SJ 利特组成的酒窝CP 简直甜到忧伤啊 妹子还多才多艺 钢琴弹得亲人心脾 让歌手出身的利特都被融化了 狗粮大户 酒窝夫妇 当年风头一时无量 当之无愧拿下了NBC演艺大赏 最佳人气大赏 她跟利特也成为了亲密的好朋友 2014年的MAMA颁奖礼上 江苏拉就做了一件 她把一件200多的H&M的评价款 传出了高定礼服的饭 收到全网点赞 因为形成原因 跟选宾分手的江苏拉 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呢 因为整个人充满了精明干练的亲属女气质 江苏拉也是当初喊版 我可能不会爱你中 程友卿的大热人选呢 这样优秀的妹子能拿下悬宾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从无人青睐的胖妹 到万千宠爱的女神 对于江苏拉而言 努力使自己变得更美好后 生活给予她的嘉奖太多 男神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就算没有悬宾的加持 她也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呢 因为整个人充满了精明干练的亲属女气质 江苏拉也是当初喊版 我可能不会爱你中 程友卿的大热人选呢 这样优秀的妹子能拿下悬宾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从无人青睐的胖妹 到万千宠爱的女神 对于江苏拉而言 努力使自己变得更美好后 生活给予她的嘉奖太多 男神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就算没有悬宾的加持 她也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